血管扶起來 這個是最常見的所謂的靜脈區 這是最常見的下肢的靜脈疾病 我們下肢的靜脈其實有分為兩套系統 比較淺藍色的是我們所謂的淺層的靜脈系統 比較深藍色的是深層的靜脈系統 淺層的靜脈系統 占我們下肢回流大概百分之十 深層的靜脈系統大概占血液回流百分之九十 我們靜脈區張會出問題 主要是淺層的靜脈出的問題 一旦出了問題之後 其實就會有一些病變出現 我們正常的靜脈跟動脈最大不一樣 因為靜脈它沒有壓力 所以它要回流其實要靠非常非常多的機制 尤其是下肢的話 要靠一個是我們腳部肌肉的壓力 把那個血液往心上回推 另外一個是它本身自己的構造 我們的那個靜脈其實有一個所謂的半摩的構造 它當血液被肌肉往上推之後 它其實會閉合 就是讓我們的血不會往下掉 靜脈會把它閉合 就是讓血不會一直往下掉 就是它一推就卡住 一推就卡住 所以我們的靜脈的血液 其實可以慢慢慢慢順利的回去 那當你產生病變的時候 就是當你的半摩 其實閉合不了的時候 那血液就是 推上去之後又會掉下來 推上去之後又會掉下來 那推上去掉下來 會造成一個原因 一個現象就是你的那個 血液會一直堆積在下面 那堆積越多越久的話 你的靜脈就會開始慢慢變形 就是本來可能是好好的 那之後就會可能產生形變 那這個形變就是我們常見的 所謂的靜脈曲張 這是那個目前靜脈曲張 它形成的一個原因跟機制 這主要最大部分是我們靜脈的半摩出現的問題 那其實靜脈曲張 其實算是蠻常見的 那當然它還是有一些特定的人 會比較常見 那它所謂的危險因子 年齡 當你的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的不管任何器官都有可能變 那當然靜脈它是其中一種器官 它當然有可能變 所以其實年紀越大 它靜脈曲張的可能性就會越高 那另外性別 那個女性的話 會是男性大概四倍到五倍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尤其是有懷孕過的女性 因為一旦懷孕之後 那個肚子裡面的小孩 其實在懷孕期間 他肚子越來越大 他會壓迫到我們靜脈 那其實壓迫在最後期的時候 大概是六個月到八 他十個月這一段時間壓迫非常厲害 所以其實他靜脈回流是會受到影響 他會壓迫到我們 腹部最主要的一條大靜脈 所以他其實回流上 其實會有一定的問題 所以其實懷孕的父母 很多病人 他都說好像生完小孩之後 腳就爬進褲床 其實是這個原因 所以女性是比較堂健的一個族群 另外就是有一些是移存性的 就是父母親友 小孩子其實也會有 所以他有時候會比較少發 另外就是體重 當體重越重的時候 他其實靜脈承受的壓力就會越大 當你靜脈承受壓力越大的時候 那他靜脈的半抹被破壞的機會就會越高 所以其實體重比較重的病人會比較容易發生 那另外就是工作 那工作的話大概就是比較需要長期站立的工作 因為你長期站立的時候 就是相對於你的 你的那個靜脈要受到 要用最大的力量去把持育回科 而且你站越久 你的靜脈承受的力量就會越久 那包括一些像我們這些外科醫師 護理師 或者是打過公司的一些櫃子 那還有一些廚師 我有遇過面包師 所以他應該都需要長期站立 所以這些病人都會 都會比較容易發生靜脈曲張 不是說一定會發生 但是他們的比例會比我們正常的 比較多 那其實靜脈曲張 我們常見的靜脈曲張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腳比較多錢 那其實它是有分級的 它是有分一到六級 就是從嚴重程度輕微到嚴重程度非常嚴重的 那第一級 這是英文 第一級的話大概就是 血管外面會看到一些蜘蛛網狀 有些女性或是男性 腳上面會有蜘蛛網狀 等一下會有蜘蛛網狀 這些 這是比較輕微的 那另外第二級的話 就是所謂的 我們看到血管浮出 所謂的靜脈曲張 那第三級之後 它就開始會有症狀 那第三級的症狀 就是它有時候 就腳會比較水腫 因為血液 靜脈曲張的話 血液其實回流到心臟 就比較不容易 因為它半某受傷的關係 所以當血液囤積在夏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腳會有腫瘡的感覺 所以這是第三級 那進入第四級之後 就會開始有些皮膚的病變 因為血液囤積在一個地方 囤積太久 它其實裡面的血液血球會破壞 血液破壞之後 它其實有一些酵素 尤其是鐵質 我們血液裡面只有鐵 鐵它其實是一個色素 所以它有時候就會沉積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所以有時候看起來皮膚表面就會黑黑的 咖啡色長 這是所謂的色素成果 這是第四級 那硬體的話 除了皮膚病變之外 它就會開始有些潰癢出現 因為當你的靜脈活流不好的時候 皮膚承受壓力就會變高 萬一有傷口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很不同於癒合 那是另外一種程式 那跟動脈已經不太遠 但是因為 因為回流會相對比較糟糕 所以它會產生一些長期性的傷口 那第五級跟第六級都其實是有傷口 那第五級的傷口是可以癒合的 那第六級就是你會有一個傷口一直在那邊都不會好 如果你一定要把靜脈器材處理好的話 那傷口大概就永遠不會好 所以它是有分級的 那這個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 比較 這個所謂的蜘蛛網型的 其實很多 年輕的妹妹腳上 他剛才找我就是說 他們說 你這蜘蛛網要不要做處理 那其實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開刀 它是屬於第二級 它其實不是症狀 它只是難看而已 當然它是靜脈的壓力是比較高 代表說 你可能未來 也許會發展成需要做處理的靜脈區 那出現這個的話 其實 你不理它也可以 因為它真的比較難看 比較難看一點 它不會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 除了傳群子比較難看之外 當然要處理也是可以 它其實有另外一種處理方式 就是在靜脈裡面打一些壓力 讓這個靜脈消失掉 等一下會離到這樣子 那 除了剛才那個之外 那剛才是那個第二級 那這一張圖的話 其實是蠻經典的 那這一張圖其實代表了 剛才三到六級所有的那個表現 那這個浮出來這個血管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這是第二級 就是境外區窗的血管 那這個黑色的 色素沉左 對不起 這個看起來 不是 不是 在這上面看得很清楚 它其實 這上面 這個黑黑的 跟這白板 黑黑的這地方 其實就是色素沉左 那是鐵質沉積的關係 那在這一個沉積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 就是會有瓦臺疹 就是我和病人 在這些部分 他都覺得比較癢 比較不舒服 然後常常會去摳他 就會很癢 這樣子 那再嚴重一點 就會急在這邊 就是 這補免看起來很辛苦 就會有一個潰癢 那通常也都是 就是在腳比較下半肢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這邊 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 因為它是最低層 所以 血液 總的純激在這邊最大 所以它通常會比較 常心 這樣子的狀況 那另外就是 病人有時候會覺得 比較痠 髒髒 髒